地狱游记 第二诗回 二游四身回魂府 时间西元1976年 中华民国65年 天运遂赐 农历秉承年11月29日 继功活佛降临台湾省台中式圣贤堂 诗曰 天理昭昭谁说无 因缘各亦别行驱 虚从六道开心路 墨学言前解网诸 继佛说 谁说天理没有报应呢 看那四身中的牛马 鸡鸭 鱼虾 文银 前世再生的时候 各自造下了不同的姻缘 所以这一身的形状也就各自不相同了 世人是众生最高贵的 所以称为万物之灵 世人啊 要珍惜出身为人呀 赶快求道修得 也要劝勉四身中的众生 要各守自己的本分 以消除业债 从畜生到中开辟一条光明的道路 以期待早日回复人生 不要像那屋檐下的蜘蛛 自己造了网 把自己困在其中 永世都在自己编织的网罗中 不能拖出束缚 阳身准备有名吧 阳身说 遵命 我已坐稳连台 祭佛说 已到了 前面就是四身回魂府了 千岁及官员们 早已在府前迎接我们了 阳身说 拜见千岁及诸位先官 今日我们师徒又来打扰 请多多指教 千岁说 勉礼 前日未能多谈 今日欢迎祭佛及阳善身 再次播架 请入内稍息 一路辛苦也很疲惫了吧 阳身说 并不觉得辛苦 因为坐的是连台 只闻风声而已 祭佛说 我们随千岁入府休息一下吧 阳身说 多谢千岁厚礼招待 千岁说 请用茶 不必客气 阳身说 本堂奉旨著作地狱游记 由我担任游民 自觉荣幸之志 但自己到学肤浅 对民府的一切情形 还有很多尚未明了之处 请千岁能够将四身回魂府内的情形 再详细说明一下 彼时是人明了 并有所遵循 且不会再重蹈歧途 千岁说 我带你到现场去参观 并在旁边详细解说 这样会比较容易明了 阳身说 多谢千岁 千岁说 那你就随我到正殿去吧 阳身说 遵命 哦 这只山路为何在岸前向您平平摆头 好像有话要向千岁说呢 千岁说 正是 此路前世乃是佛门子弟 因身染重病 心里埋怨佛祖没有保佑 便开斋破戒 还俗返城 在结婚生子 并时常毁谤神佛 死后就堕落为路深了 这次已经是第三次的轮转了 要知道路是生活在深山的 吃青草 饮山水 一生要受很多风霜之苦 以消前世的因果 居住在深山 餐饮草漏 就像一位修道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吧 现在这只山路 已经受完夜报 被阴气摄影到地狱府 摆头如行李状 就是求我解救他 把他恢复为人的身形 阳身说 一面之差 便堕此接受苦报 阴律确实难逃 真是可怕 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 四生死后 怎能自动被阴气摄影而来到民府 这是什么道理呢 千岁说 我说了你就明白了 天地造化全平 一气在运行 故道教有一气化三清之说 其实一气何止化三清 一气足以化万千 故天有天气 得有地气 人有人气 天地人 无时不在一呼一息 如果 天气断绝时 天即坠下 得气断绝时 得即崩裂 人气断绝时 人即死亡 此点真气就是心气了 近代阳间科学家 已发现了有所谓的地心引力 其不知上有天心引力 人心引力 轻者上浮卫天 即为天心引力所致 卓者下宁为地 即为地心引力所致 情欲之洞 即人心引力所致 有此三种引力造成世界 物以类聚的现象 因为四身中 各种动物的类别 都是前身染液 身重 死后便被地心吸引 自动堕落 幽民接受审判 如果是有修行的人 他的灵性 是轻轻的 会自动上浮于天 阴差想把他压到地狱府 也是无能为力的 就像一个充满清气的大气球 上浮于空中 如果有人要想拉他 反而会被拉上天去 所以世人要成仙佛 或做鬼族 这就要全靠 自己生前的修持了 至于要超把祖先之灵 也必须要靠实在的功德 否则虽耗费千金 也是于事无补的 想要超把祖先的人 除了自己本身 需修身养性之外 如能印证善书 这是第一大的功德 因为仙佛出世 要来度人出苦 是仙佛们的第一大愿 而经典善书 即为仙佛的心身 也是度人修心养性的要旨 故传经典 印善书 正符合仙佛之心 印善书所做的功德为最大 以印经典和善书的功德 回向给祖先之灵 是未出苦的捷径 如果要诵经超度 也必须先有经书 作为依据 这一点是人不可不知啊 其他如祭平续苦 做公益事业等等 也都是日常阴行的善业 阳神说 千岁经典极有道理 仙佛传道说法 全都记录在书上 所以传经印点 正和天心 其功德浩大 祖先的姓灵 自然会被天心的引力所吸 得负极乐 祭佛说 阳神所言圣何道义 天经就是的义 人如果能尽人尽义 则人格完美 成为天仙就有份了 千岁说 这支鹿三次转世 已经结清前世的因果 我会把他的罪过一笔勾销 命将军把该鹿带到回魂亭 给他饮下回魂汤吧 将军说 遵命 请杨善申也跟着我前去观看详情吧 杨申说 实实是 多谢将军 果然这边有一个亭子 上面写着回魂亭 里面有一位老公公 将一杯杯的汤汁 给各类的森林饮下 各个都马上献出人形 有男的 有女的 有老的 有年幼的 将军说 杨善申 你就站在旁边观看 我去领一杯回魂汤 给这支鹿饮下 杨申说 好的 您请变吧 哇 好像变魔术一样 山鹿饮完回魂汤后 立刻变成一位年约五十余岁的老年人 头发不长 头上果然有兽戒的八戒 这就是还俗后的相貌吗 将军说 正是 此人出家后又还俗 且开斋破戒 故变成兽类 要兽到三次的轮转 因为饮下了回魂汤 变化幻生 即刻脱胎换壳 恢复了人的原形 杨申说 不知这位路人 现在要如何处理 将军说 要把此位路人 到回魂为止 是本府的职责 回魂恢复人生之后 就交给第十殿的转轮王 由转轮王 按照以前的因果 再投胎为人 据我所知 由本府交往第十殿的人魂 转轮之后 大都降生于贫困之家 或是五体不全的人 在受人间的苦 磨练他的夜报 如果能知道修德 日后就会渐渐转入家境了 济佛说 应时刻有限 扬升我们向将军辞行 再到府内向千岁辞驾吧 扬升说 多谢将军指教 应回扬的时刻已到 不便久留 再见 济佛说 多谢千岁指教 应时刻不早 我们准备回堂 日后有机会再来拜访 千岁说 免礼 我也不便耽误 欢迎再来 济佛说 四身回魂府 天下众生大都不熟悉 我计划让阳身详细参观 以披露给世人知道 故下次还会再来打扰 千岁说 欢迎欢迎 命将军排班向济佛及圣贤堂 阳善身诵驾 阳身说 多谢千岁及诸位先官 我们告辞了 济佛说 快上连台 准备回堂 阳身说 我已坐稳 请起乘吧 济佛说 圣贤堂已到 阳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地狱游记 第二十回宫念完毕 下回分享 第二十一回第三次游览四身回魂府 去 raj绝圣访 揭iendo四处 先头发logo 继续 过来 若